一名湯姓男子 因为吸毒被关到了监狱里头戒毒 经过了一个多月才出狱 没有想到出狱当天 又跑到洗衣店里偷衣服 我们连线给记者魏玉天 玉天 好 久保各位观众 从今天期画面之中 可以看到这一名村子 白色吊嘎的男子 他是来到了清竹 主动的这一家自助洗衣店 当时他也不慌不忙的 在洗衣店投币 买了一根塑胶袋之后 就立刻走到最里头的烘衣机 他一直把这个烘衣机盖子 给打开来搜刮里 投的衣物 而接着偷完一个之后 又往下继续偷 当时他又偷了两桶的烘衣机 所有的衣服都通通带走 而且里面居然还有女生的衣物 而民众发现自己的衣服 居然在洗衣店里面 服役而被也是立刻的报警 而当时警方也是很快的 调阅剑气画面 逮到这一名湯姓贤伴 而事后调查也发现说 这名湯姓贤伴 他原来还是名毒虫 他其实在7月17号的时候 才入肩接受毒品的乐界 直到8月26号才出狱 没有想到在出狱的当天 他就来到这一家 没有人看管的 自乎洗衣店 偷了两桶烘干的衣服 而事后询问他呢 湯姓贤伴谈说 他自己是因为出狱 没有衣服穿 所以才会偷衣服 不过呢 里头居然还偷了女性的衣服 这样的说法也是令人傻眼 而事后呢 他也被警方移送地监主政办 所以跟之前 其实是正常的荣物 他也被警方移送到 并不是在对他们的 是小学生的 这是经典大学的